这里开服汤白面时间2021年7月19号的凌晨 我们接的介绍这个爆料锅的后续 那种发酵出来的所有东西 那我们讲为什么他有这么多信息 因为他经历的那种先的那么大的浪 那么后面就自然会有那么多关联 下面是个一天见 一天见也讲 班农先生被郭文贵蒙蔽的不清 郭文贵在美国所有的政商关系 几乎都是班农先生帮他建立的 没有班农先生站台 郭文贵什么也不是 成不了任何气候 郭文贵处身级虑 接近拉拢利用班农先生 而班农先生把他视为反共英雄 毫不设防 他哪里是郭文贵的对手 他根本不知道中共特工手段的厉害 我们讲到 这个就讲到了班农和郭文贵的关系 讲到郭文贵关系 这确实是 但是因为欧美国家人比较单纯 中国人比较贼狡猾狡猾 所以投其所好 所有东西都会发生 我们讲到这个 下面依然谈到 也是一天见 郭文贵胆大抱天 二十多年前 他就敢打着摩根的旗号诈骗 这刚才念过了 那么这段堆了 我们就不说了 敢骗到北京 一路骗到北京 北京政府也敢骗 他也敢骗 估计从演骗几个小蚂蚁又算啥 下面还有一个系列长推 讲到喜币 叫H coin H dollar 骗局大解密 这也是一天见 前言 郭文贵吹得天花乱坠的喜币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虚拟币 它只是具备虚拟币的外表 而不具备虚拟币的实质 更没有任何金融许可 这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非法的金融骗局 机关无数 陷阱重重 投资者一旦陷入 就会被洗劫一空 血本无归 可谓吃人不吐骨头 中国人有一个问题 评论特别多 后面评论 讲事实讲的特别少 评论一多以后 就你像包括他们的批判文章也是的 什么看你就一大堆的那种 我们现在都不愿意去背 我们也背不下来 像那种虚头八脑的那种评论的东西特别多 事实的东西特别少 这是中国这种专制批判性文化的一个特征 专制特有的工具 批判是专制特有的工具 它不会去讨论和辩论 它是批判 批判 所以这一段就来了 大家看到有用武之地了 一起来上来 挺有意思 下面还有一个 他说这个很简单 现在GTV官司缠身 只要原告要求GTV 董事亚当斯摩根出庭作证 马上就会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北京的摩根大厦快建成的 美国摩根家族才知道 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就不念了 下面还是一天念 他一传 他说我这个系列 长推中有几个推 专门考证了他和摩根家族的关系 这个我们也念过了 我们也念过了 下面一讲 他183 他这个长推 一个一个 编号是183 他说在这些关系中 他最炫耀的是 与摩根家族的关系 还称呼摩根是美元之父 是真正控制找着地的人 还说自己是摩根家的座上宾 他送摩根迎哨子 90多岁的老人 这他吹牛动 这主要 像这些东西都主要是 欺负大家不懂得国际关系 不懂得社会的 说白了就是信息差 信息差 那么他占有了所谓的信息差 他就可以胡编乱造 因为你进入不了他那个层面 看不到他那个信息 所以你就会把他奉为大英雄 打不得了的东西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一个 被闭关锁国狭隘出来以后 发生的现象 所以现在出郭文贵很好 如果将来 如果没有他出来 中共可能还会被什么赵文贵 马文贵 什么乱七八糟 骗得更的群家荡产 我们讲到 因为一直到你的信息对等的时候 你才不会上当受骗 如果你跟人家 跟现实的信息 有一个巨大的差距的时候 那你就完蛋了 你包括习近平 是不是也被周边人蒙蔽 欺骗的因为信息不对称 这都是存在的 我们讲到 另外一个据我考证 他与摩根家族没有任何关系 那都是他自吹自擂 拉大旗做虎拼 打着摩根的旗号诈骗的手段 此人胆大包天 你看他能够拿得出 一张与摩根合影的照片吗 就是拿出来又有什么证据呢 中国人就会看 一看你跟毛毛领导合影 哇你底下就觉得你了不起 我告诉你 我们当初那时候躲 不愿意跟这些领导合影 你别以为 别以为他合影 我们就不愿意 你就见了很多情况 当然你现在讲 有人讲你死无对证 你必须拿个合影来对证 那是证据干嘛情况 那你就积压猪狗 我们只能告诉你这点 积压猪狗的套路 然后摩根家族 还不知道这事 知道后一定会送他上 将他送上法庭 这个这就是中国人 你又不是摩根家族的 你怎么代替摩根家族来做决定呢 这些都是中国人 用自己的意想来猜断 我们不是说对这个人有意见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那时候 有一些骂锅的 很早早之前那些骂锅的 我们基本上有时候就请他出去 因为我们感觉到 这些人都是发泄 自己发泄 他骂不到点子上 你拿不出一系列的证据 你比方说就说郭文贵是骗 你看刚才说了这样 现在又说这样 对应出来那可以 这是有实锤证据的 凡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想 按照自己的情感开始上去 这是中国人 这样的人 你不被锅片 也不会被王片 也就会也会被袭片 也会被毛片 他早晚就上不去 这就是促使方式 思维习惯和他的底蕴 这是结合起来这样的东西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下面叫Mr.J 他说郭教主在出庭时 不断拒绝直接回答法官问题 而变相指向第五修正案 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五修正案指的是 不得自证其罪 这也念过 我们再念吧 第五条修正案就是 指那句很有名称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但是你所说的一切 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这意味着当事人在自己的律师出面之前 可以拒绝回答问题 回答问话 而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 我们讲的 后面还有个 一天见 系列常推 骗局大揭秘 说前言功过 吹天花烂坠的洗币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虚拟币 他只是具有 这是刚才念过了 所以说投资者一旦陷入 就会被洗劫入空 这个我们念过就不念了 下面还有这个Mr.J 他讲郭教主在出庭时 这也是从了 从了我们看看 是不是重复了 重复了我们就把它删掉 有时候他收集的时候 他更难 然后再看 他今天有看到消息说 郭不能出美国了 可又没什么根据 这是另外一个网友 他说他看到消息 但又没什么根据 理解 这个呢 下面两条是揭露 那个长岛 他们长岛各的 叫夏其东 这里有他的一个头像 深影响 夏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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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 绍兴市 书行 纺织品有限公司 OK 工作金 这个有了 这个是他的一个全面照片 我们今天在第一部分也看过 第一部分只是一个小截图 这时候看出来 这个人物 大家可以学会学一下 什么样的人物 什么样的长相 什么样的打扮 什么样的状况 请他大家知道这就行 后面一个叫 Alice Wu Alice Wong 他讲他乐一乐 就洗洗睡了 文贵欲以黄灭路德 网友神回复 以黄灭路德 我看看他们在打的后面是啥玩意 看不清楚 边上真的看不清楚 但我们就不说了 这边上是拿出来他们的对话 看不清楚就算了 就以黄 这是他的套路 我们讲到的 下面还有一个一天见 他讲2020年6月 凯尔巴斯开始做空港币时 香港金管局公布的外汇储备是4400亿美元 汇率当然是7.8比1 现在14个月过去了 离18个月的最后交割期只有区区4个月 港币汇率纹丝不动 而且香港的外汇储备不但没有枯竭 而且增加了400多亿美元 现在高达4900多亿美元 这个是讲到去年 那个情况后面还有一点我们看看 他这也是连续来讲的 一天见 开尔巴斯做空港币的最后交割期是2021年12月1号 那时候必须兑现期权合约 12月1号离今日不过只有区区4个月 开尔巴斯能够实现大逆转成功翻盘 希望非常渺茫 除非有奇迹发生 依我看就是中共突然一夜间垮台 港币也未必崩溃 另外一天讲 我不知道开尔巴斯投入多少资金做空港币 但一定是天亮资金 他必须身不由己的不断投入 不持续投入就会被强制平仓 那就一切都结束了 连翻盘的希望都没有了 投入还能幻想有一线生机 虽然渺茫但也要奋力挣扎 我们看还有吗 他说虽然港币也存在超发问题 但与人民币相比超发并不严重 所以做空的基础就不很具备 因为港币虽然只是地方币种 但港币信誉良好 所以港币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货币 港币并不限于香港地区使用 在大陆沿海地区和东南亚等地都广泛使用 具有广泛市场 OK这是一个 他给我讲香港经济有着独特而鲜明的特点 基础非常雄厚 具有特别的优势 有别于欧美这些因素注定了 卡尔巴斯不会成功 卡尔巴斯先生不了解这些特点 虽然贸然下海不懂得这个 胜算毫无 那时候我也听郭文贵忽悠 认为做空港币轻而易举 只是谈笑之间的事情 所以对他的话也很难听进去 他是讲他的朋友提醒他的 好 我们就光讲这个 这个我记得昨天上一期好像念过一下 还是今天前面念到这点 就是 但是我们相信 卡尔巴斯像他们老搞这种金融搞期货 不是像中国 中国从来不涉及的人去评论是毫无依据的 这些人可能会有对冲 会有对冲 而且他们也会知道 要后面要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 没有政治的重重一击 光这么搞是没用的 除非在自由市场里面 香港已经不是自由市场了 所以我相信 不至于像他看到的这种想法 他只是讲到了最肤浅的一面 最肤浅的一面 我们讲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毛病 就是一个 作为一个外行 特愿意当成内行去评价所有东西 当你真正操作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尤其像卡尔巴斯这种 都是老油条的基金市场的话 他不会一点依据没有 另外网友讲 他们就是搞了一个做空基金 搞了一个做空基金 那么按基金的方式运作的话 也不是由卡尔巴斯一个人说了算 除非他自己去投机 拿出自己全部家当 做抵押之类的 借钱去的 那么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就相当于抵押 抵押借钱 那就是你个人的事情 那如果他们是作为一个基金的话 我相信他会全方位的 不会去偏经偏信 但是他们会认为 香港是有这样的一个机遇 那么有可能去做 那么最终他是不是要配合政治 你像卡尔巴斯都有走 像这种基金大佬 都会游走于政治 跟这些参议员 众议员或者政治人物 都会有紧密的关系的 不是一个纯粹的 一个土老貌土豪 我们提醒大家 否则话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大家记得 好 这是一部分 后面还有一个是 一天见的186号 186贴 他说 虽然朱世贸在北京 给他介绍了不少政商界的人脉 但对他们的生意帮助都不大 于是郭文贵想到了 郑州郁达成功的经验 还是外商的牌子好用 要想在北京拿地开发项目 还得打着外商的旗号 可是郭文贵一个土老别 并没有外商资源 怎么办呢 于是他就想到了 假冒摩根的办法 这次讲到郭文贵起家的时候 这个可能会有一点依据 或者他们打听到的 或一些戏的情况 这个是可行 我们讲到 大家至少听到耳朵里 不要说正啊假的 至少这样的话 哪怕写小说 这种也要找一个顺理成章的理由 这都可以 第187条 郭文贵因为建御达 侵吞港商夏平和台商 林宏道的财产 并纠占雀巢 成为御达主任 夏平因为和郭文贵关系 爱美并没有深究 但台商林宏道不干 他通过关系找到朱镕基总理 控告郭文贵侵吞台商财产 朱镕基批示严办 于是郭文贵闻风而逃 逃跑到美国 这是第一次郭文贵外逃出国 188天 他说他在美国躲了多半年 并幕后操纵他的关系网 向林宏道打官司 和林宏道打官司 因为郭文贵促心疾虑 在签合同时就做了手脚 条款中就有很多对林不利 有利于郭脱罪的条款 林宏道是外乡人 郭文贵是地头蛇 关系众多 打官司 林宏道也打不过 最后只好大事化小 接受调解 第189条 郭文贵赔了林宏道一些钱和物业 林宏道策了案子 郭文贵才免于劳逸之灾 他在美国了解到了摩根家族 对摩根家族很是向往 这时他想到摩根家族 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投资企业 如果打着摩根的旗号 在北京投资 那肯定好使 于是他在美国注册了 山寨版的AC摩根公司 该公司与摩根家族 没有任何关系 可以理解 他就是以假 以假冲真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利用这方面的漏洞 注册了一个拼音式的摩根公司 然后翻译成中国 那就可以按这个方式来写 因为这里面 所以包括他给 路德 王定刚 他改灭亡的王 屁股那个定的定 然后是水缸的缸 这样的话 人家法律要说 我说了不是他 我说的是另外一个人 他就玩这一招 这招如果在欧美国家 其实是玩不下去的 人家要跟你认真话 根本不会采信你 只是觉得你这个人更加可恶 可能会最佳一等 但是在中国他就能玩得下去 记得 这叫小聪明 我们讲到 这叫小聪明 小聪明往往都投机 投机到最后把自己给塞进去了 所以这个遗憾 190帖 他AC摩根公司给北京文贸公司授权书 授权文贸公司代表摩根公司 在北京投资摩根金融中心项目 就是盘股的前身 文贸公司也更名为 北京摩根投资有限公司 当时北京朝阳区政府正在打造中央商务区 一听说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公司 摩根集团要来北京投资 非常重视 大开绿灯 于是才有了后来的盘股大观 这个就中国的基层的干部都是图老帽 从来跟世界是不接轨的 从来对外界是不了解的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 这种事情太多了 一听说是个外商 也甭管人家到底是真外商 假外商 还是过去在外面都混不下去 要饭的都来 跟现在的那些什么外教是一样的 人家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外国人 他就拿过来 打了民意是外教来坑蒙拐骗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这种套路根本就不用说 所以问题出在哪里 你要去怪这些外国人 我讲问题首先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自己的愚昧 自己的无知愚昧 然后把愚昧无知 加上有点钱当成了不得的冲大爷 这种人你不上当受骗 天地不容 所以我们讲 大家还没有吸取教训 没有吸取教训是因为你的人文 跟你的信息根本就跟不上 平常也不学习 都是以为连钱都买来 然后就相信所有的 那你不上当受骗才怪了 91 191条 为了吸引外商投资 朝阳区政府把区政府直属的华汇 房地产公司旗下的预警院项目 地皮以白菜价格转给了北京摩根 开发摩根金融中心 后来美国摩根公司知道了 有人在中国冒用摩根的名义后 给北京去信监局 才揭开骗局 但生米已经做成熟饭 于是摩根大厦 跟名为盘古大关 中间好像跟过民族大厦 都跟了这个 192 他说我一直很奇怪 郭文贵怎么会拿到地 盘古这块地皮呢 我原来以为是他的 在政界的一些关系帮的忙 看了取龙的视频和其他一些报道 才解开这个谜团 虽然郭文贵的手段很卑鄙 但也不得不佩服 这个人真的是胆大妄为 敢想敢骗 心迹很深 手段很高 那些官员也万万想不到 居然有人敢冒充摩根家族 欺骗政府 那些官员算什么 这个人 我们觉得 在中国这种封闭的社会里面 称死胆大的 恶死胆小的 我们给大家一个规律 这不光是中国 你到任何 包括前苏联封闭的环境里面 因为刚刚打开 你进去 绝对称死胆大的 恶死胆小的 因为人家是 过去是茫然不知道往哪里去 所以你给他一点点像救命稻草一样的 他会抓的你不放 哪怕你没这个能力 他要想办法顶上你这个能力 所以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在1980年初 刚刚开放时期 遍地都是 遍地都 到现在还不敢 甚至郭文贵采取了 也是这样一套方式 他欺骗的所有都是自我封闭的人 哪怕你到了美国 你还是自我封闭 你还是积压中国 为什么 你不肯容敬 不肯了解西方真正的文明 你是想享受西方的物质生活 所以这种东西 出现郭文贵的现象 毫不奇怪 一丁点都不奇怪 我们讲的 大家只有好好反思才行 所以这种现象 未来还会发生 只是大和小的区别问题 还会发生 我提醒大家 这么多种了 就相当于最早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 那些强买强卖的 骗的就是小商贩卖的 然后一问到他 那我骗了你怎么了 骗完就骗完了 对吧 一辈子都说明 都只遇到你一次 遇到了我就骗你一次 宰一次 叫宰人了 宰一刀 就骗你一次呗 一次 下次还会能不能遇到 你不知道 任摘了就任摘了 回过来 我还可以照看不至于死 所以他会不断的骗 不断的骗 谁让你人数 基数那么大 谁让你整个基数 都要自我封闭呢 你说你自我封闭 你说是共产党 不让你封闭 那你也是自我封闭 不思进取 不想突破 就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不要去埋怨任何别人 我们讲到的 首先要通过自己 因为解放的是你自己 跟别人没关系 你怨别人有骂用呢 也不解决根本问题 人家也没有跟你 那个生死的 那个责任关系 对吧 骂别人没有用 好好的把自己 收拾干净 收拾清楚 这个才是希望 我们讲的 好 这是一条192条了 好一个195 然后郭文贵说 他到纽约长岛外 摩根家大房子做客 可是MISA挖掘机 挖到那所房子 是摩根家族 2016年就挂牌 代售的物业 摩根家族并没有住在那里 而且摩根家族 今非昔比 处于破产的边缘 拿索房子的产权 也被法院冻结 这个就是他忽悠大家 这就是信息不对称的方式 你反正没法验证 我就这么说了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你就让子弹飞一会儿 让子弹飞一会儿 提醒大家 让子弹飞一会儿 你没法验证怎么办 确实有很多东西没法验证 没法验证 你因为你 你没有那样的环境 没有那样的条件怎么办 那你就听 这个耳朵进那耳朵书 听了摆在那 也不要承认 也不要否认 因为你不知道 你没有判断力 那怎么办 等一会儿 让他再演绎下去 用别的东西来旁证他 慢慢就浮上水面了 这是我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 这所有就是这样 那另外还有一条 198条 他说这是2019年2月21号 郭文贵发的郭文 说是摩根家族 邀请他去参观 摩根家族的私人授场 还有郭文贵的各种摆拍 可是过去主人家参观 却没人陪同 如果有主人同框讲解 岂不更美 网友扒出 那只是公立的 摩根博物馆和图书馆 售门票 谁都可以进入 这就等于留影纪念 旅游纪念 那回来就是吹大牛 吹大牛 好 我们看下面一条 跟这有关 OK 这是一部分 我们讲到的 下面我们接着讲 再讲下面一部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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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